叫风声 金宝夜话 咱们接着聊那个那场著名的这个轰动的 纽约加世德的 为安思远的遗产举办的专场拍卖 但是这场我干脆给你们俩每人 抛一个问题 就是一 安思远 你安思远专场的拍卖你参与了 还有他是 七方的经营中国或者亚洲艺术品的 也算教夫级的人物 另外一个相当于教夫级的人物 我们上期播出节目 就是你跟他交手的 这两个人你都打过交道 那么他们俩有没有什么 咱们就说一同点 或者说有什么 如果你的话 你选择哪一种类型 因为他们肯定应该是属于两种类型的 这个古董商也好 或者说是大行家也好 你这边一个问题的 就是咱们同行之间 出于羡慕嫉妒不恨的角度 就是安思远这么重要的遗产拍卖 应该是咱们坦白说 世界上现代艺术品拍卖就两大巨头 对 一家是贾士德 还有你们的对手苏吾比 对 那为什么会被你们争取到了 抢到了呢 你们俩一人一个问题 谁先回答都可以 你这个问题有点对我来说有点丢端了 哈哈哈哈 因为我的那个我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去英国和欧洲美国去买东西 对对对 那么你到英国难免去老艾斯肯拿鸡商店里面去转一转 然后也买过几次东西 然后就相对熟识一些 也打过一些交道了 确实是前辈 有这个大家风范 而且他买东西 他在市场上就是这么多年 他不是他一个人在战斗 他是有一个背后一个学术团队 对 有一个团队 而且我觉得时代不一样 就安思远那个时代跟后来的这个时代也不一样 我呢 美国这边呢 就是那个我没有戴老师那么入行早 美国这边我去是2011年左右才去美国 然后开始这个跑这些一个这个亚洲艺术州嘛 对 然后我没有这个幸运能够跟安思远先生直接面对面交过手 我们同行这个讲话就是说互相之间同行之间做生意 就要交过手过过手 没有这个幸运啊 这个但是这个呃 作为这个古董圈啊 这个西方古董圈 那么安思远这种如雷贯耳的这种名气在那儿 你要让我来对比他们这个 嗯 这个 这个 我只能从我对他们的产品的这种感知之上 对对对 因为对他们人我见过艾斯克纳迪先生 但是没见过安思远 嗯 呃 我觉得就是刚才 前唱呃 前刚才他们讲的这个 安思远是他把他这个艺术品跟生活融合在一起 艺术生活化 那么艾斯克纳迪更注重这个 这个艺术品的这个学术性 对 他有一个专业团队 但其实安思也很注重这个 学术性 因为你看 嗯 他家具啊 不且不说成画隔天 他家具是有出过书的 是 中国书画是有出过书 而且中国书画跟家具的书是属于 呃 在西方是属于这种里程性标志性的东西 就是他因为那一段时间离我们已经已经有有拉开一个距离了 就比如说他出的家具跟书画都是七零年代八零年代的了 这个是没错的 因为这个你做古董这个艺术品这个必须有学术做支撑 但是更偏重于或者还两人之间可能还是还是有有有有不同的地方 我感觉反正他的那个就是呃你像这个安思远的他这个这场拍卖 就更体现出他这个在平时日常生活中的艺术生活化啊 那么那个埃斯克纳迪那边他这个呃你去他的店里面 他的这个拍品的陈设啊 这个也很专业啊 这是风格取向不同 但是他们都是有自己有一定的学术这个背景 对 在支撑他们这个生意啊 但是我看他我会我个人会觉得就是说 嗯 安思远呢就是他更有包容性 就是他的广度更大 对 中国书画家具高古陶瓷语气 他几乎像悲铁几乎无所不涉猎 嗯 那那个 埃斯拉西呢就相对来说就更加的细分 嗯 比如说高古类呃 佛教艺术呃 明清词器嗯 就是攻 Ä 就是更加的专业化 嗯 一个是在广度上 一个 sig在京度上 嗯 这个是区别的 其实他们也应该是相细 他们属于同一代人 稍微有一点差别 稍微一点差别 在我们眼里他们就算是同一大同一代人 嗯 那么同一代的呃这个西方的一个英国一个美国的大国动商嗯 那么他们也是猩猩相吸的 安思远旧藏里有一只小熊 溜金的小熊 卖了几百万美金 这只小熊是艾克尼尽得的 当年他卖给安思远 所以他又买回来 好像当时差不多 小三百万美金 净三百万美金落锤 目前还是最贵的一只汉代金熊 然后我相信这个里边 他能花这么高的价位买回来 他一个是有一个情怀在里面 他也还是有一种惺惺相惜的这种 对 因为包括对东西本身的了解 对东西本身的了解 就是说同类东西 如果你从尺寸 品项上来看 那目前来说这种是最好的 其他我们后来也见过 也有人觉得说 有一只很贵的出来 我也有类似的 但是两个没有办法一起相比 对 然后我还有印象 挺深的 当时呢 有一件拍品在暗色眼专场 是一组齐白石撞刻的印章 这组印章呢 因为我呢是 对这个印章这个门类啊 不是很专业 因为一般搞书画的人 对齐白石的印章啊 因为其实除了绘画 他的撞刻水平是非常高的 然后那个也是宗师级的地位 然后有一组 他一盒 都是这个一个小木盒 我记得 然后里面有几枚 齐白石的印章 然后非常好 我在那看着很好 但是那个 怎么说呢 这个 这个鼓完那时候 有时候不能太听外本人的说法 你知道吧 嗯 然后那个 有一次 我就跟拍之前 我就跟别人聊天交流 啊 就是都在看预展吧 嗯 然后 我说 我就是我想买这个 这组齐白石的印章 然后那个 那个结果就是 结果这个 哎呀 有不同看法过来了 当时就是 因为我不是对这个特别专业 对 所以说这种那个 不同看法一到我耳头里边来 我就这个 有点犹豫 就没有最后买下来的印章 嗯 就很便宜 我记得才 几万美金吧 好像小 和人民币30多万就买了 好像被一位 资深的 嗯 呃 南方的 嗯 这个搞书画的 嗯 大行家 嗯 买到了 你也认识他 菜 你也认识他 因为同厂里面 他这样 就是说 安随的东西太多了 是 也就是说 里边会有一些 呃 可能客人没太注意的东西 对 那当时也有一黄明红客的印章 嗯 像我有一客人是有设了一个价格 嗯 那没有买到 马上就是要落锤了 嗯 我刚好厂里 坐着另外一客人 我很熟了 嗯 他专门收黄明红 他可能就漏了这一方 知道 因为东西太多了 我赶紧从尾头去冲到下面说 这方黄明红赶紧买 就他买到 很高兴 你这个 你这个 你这个一销一流 一流一流 现场 现场给人放漏 客人信任了 客人信任了 n二杯 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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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s 我来 Tap on to you 一杯 四月 一杯 万 buena besl bread 菜 ört 瓶 所以说这次安思远专场拍卖对我来说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我虽然没有买到安思远的旧藏 但是我买到了一顿非常好的雍正官窑粉轻大龙瓶 然后除了在拍卖上这场雪还给我带来运气 我在下面还买到一件雷 这个有故事了 好像开始介入嘉境了 因为当时我们这次去纽约 因为大家去的人特别多 跟我去的就一帮人 我们一块去 你是那个时候组团的 不是 是一帮朋友 一帮朋友 然后大家都喜欢 但是他们不像我是专门干这个 他们就是等于是票友 票友 然后都听着安思远的大名 然后看着图路 都跃跃于世 我们一帮可能七八个 人家七八个都不止 可能就一帮一块去了 订了机票都去了 浩浩荡荡的 好像就把整个美国都能买下来 实际上 在拍安思远之前 我们去趟费城 因为费城也有小拍卖 然后去趟拍卖 因为在拍安思远之前 还有时间 然后我还费城的有个朋友 也是经常去看拍卖 在拍卖会上认识的 是个陪儿子那读书的陪读妈妈 是南方人 然后这次在这边又碰到了 碰到了 说张老师你来了 我说来了 大家都一年没见了 然后都挺开心的 看完预展 我们说还是回去纽约 然后他说我有一个朋友 我说我们要去看费城艺术博物馆 费城艺术博物馆 因为当费城艺术博物馆 中国古代艺术品非常好 非常非常好 因为费城这个地方 就是除了费城艺术博物馆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艺术馆 也在费城 两个很著名的博物馆 都在同一个地方 知道说 它对于中国艺术品 它是有一个渊源在 有一个渊源在 而且费城和宾州 是相对美国是开发比较早的地区 就是美国独立革命战争战争 他说我有一个朋友在费城美国艺术大学工作 他之前是费城艺术博物馆的 然后我叫他去陪你们去看这个博物馆吧 我说那太好了 有熟人带着去 是不是更方便一些 然后人家特别热情 介绍了另外一个朋友 也是一位女士 然后是博物馆学的博士 然后陪我们看了一遍 费城玉手国艺的展览 我们非常开心 因为半天时间就看完拍卖了 在费城拍卖 没什么东西看完了 然后用半天时间 把费城玉手国艺看了一遍 特别过瘾 其中还有一块 乳腰盘子的 乳腰盘子 背后刻意提诗的 对 然后有掐测法郎的狗笼子 非常好 然后我们就是要回纽约了 回纽约了 因为海外华人 他们长期在国外 然后见到大陆人去了 咱们中国人去了 以后很亲切 很亲切的 而且这位女士还是北方人 然后曾经在北京也学习工作过 就很亲切 然后就跟我们成了 特别临走 一一惜别 他说张先生 你们今天就回纽约了 然后我这边有个美国的老先生 然后他家里有一件康熙观摇 想出手 他今天没在 你要明天能不能再来 再来 然后我带你去他家里看看 你挺机会来了 对 这是这种事情呢 就是说在国外的碰上机会不多 我们呢 我说那就你帮他约一下 约一下 然后明天 如果他有时间 你就给我联系 咱们我们再来 就这么 其实也没想到能见到 咱们就回纽约了 结果第二天纽约就下大雪 漫天雪就下来了 下来以后呢 这个人家那边来电话了 说这个可以去这老先生家里面 看这件康熙观摇 我呢当时呢 因为一大帮朋友嘛 我说这样 我说这个 我不去纽费城了 我说你们呢 去看看 是吧 因为这个 因为费城跟纽约还有几百公里的 二三百公里 两个小时车程 两三个小时车程的 二三百公里的 然后呢 我呢专心在 安思远的预展 看预展 你们看什么 想看什么呢 我帮你们仔细把把关 然后看看那个品相啊 真伪啊 这个帮你们看看 然后你们呢 这个不能 这个人家这么热情 让你去 咱们必须得派几个人去 看看 然后这个东西 买不买都没关系 是吧 结果那根几个 都被这个安思远的热情给吸引 吸引了 吸引了 这个热气腾腾的场面 吸引了 都要去看安思远 结果费城谁都不愿意去 肯定的 你想看 安思远那么好几百件东西 这个费城说 机会大呀 费城这么一箭 万一通一不对了 白跑一趟 一箭关一 说一箭 抗其关窑 就一箭 万一不对 白跑一趟 谁都不愿意去 那怎么办 人家是给我联系的 然后也是我朋友介绍的 那么 那只能我去了 对呀 等于第二天 他们都在牛在牛 纽约干干嘛干嘛了 然后呢 那个我就 翻过头来 就奔了一趟费城 我说买不到也没关系 去看看人家 人家给你联系的 是吧 不能把人家的热情给 那个 这个影响了 结果 到了人家里边 老先生没在 老先生突然住院了 住院了 但是那个 他有的养子 是个 那个 外国人 也是外国人 外国人 然后有个养子 就是接待我们 但是那个人呢 就一看了 就说外国人 咱们也会看面相 他也有那种 也挂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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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着就是很 怎么说呢 很精明 很精明那种人 然后呢 那个 然后我们到 他那个沸腾的老城区 就是他那个 城区 有那个核心的 那种城区 就像咱们北京 那个东城西城 那种老房子 一看那房子 都有200年以上了 那种房子 那个去 老城区那 然后二层的 红色砖楼 然后 进了以后 一进一层 我一看 有一些老东西 就是什么 晚清的小鼻烟壶 这些东西 我这 我心就有点凉 我说这个 看那东西 但至少那是老的 不是新的呀 但凡是新的 你看到是什么新的 他是大雪天 做的城市 去废城 肯定不会的 已经不错了 因为我这么多年 我很少有机会 进到外国人家里 买东西 对 就是这个 那咱们讲叫 倘库了 倘库 进户里买东西 然后呢 那就 后来人家给我带到二楼上 然后那个 看在桌上摆一件东西 我一下眼睛 蹭就亮了 为什么呢 是一件 康熙天兰佑的 瘦耳楼 双瘦耳楼 还带款 还带款 我拿起来一看 大清康熙年质 那个手头在手上 也颠了 哎呀 这个胎石紧密 沉甸甸 然后就心跳加速 汗就下来了 心跳加速 我帮你形容一下 而且我又拿出了 这个桌子上 心情就跟这天蓝又碎一样 放晴了 是啊 原装的宫廷老托 老托 哎呀 我说这个东西没白来 不去死刑 然后那个 这个品种在康熙里边 那是还比较少见的 比较少见的 很好的一件 康熙官邀 我一 我开始以为 顶多是个康熙盘子网之类的 是吧 但是也 我自个儿也是硬着头皮不去的 但是有时候呢 就是这个 你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 苍天不复啊 然后这个 人家这个热情的帮你联系 你这个冒着大雪去了 能够看到里面东西 实际没事 但是这个 买东西的时候 遇到问题了 嗯 这个 他的养子让我开价 就是我说 你叫我来买东西的 最怕是 对 对吧 你要自己开价 最怕 你要讲 你要开价 但是他死活不开价 逼得我没办法了 逼得我没办法了 然后呢 我当时身上就带了一万美金 因为我们出国 这是按美国规定 美国是规定的 最多一万美金 要申报的 要申报的 你要超过一万美金 要申报了 我说这样 我说你私下交易吧 现金是最好的 我说你 我身上就带了 就有一万美金 你要要的 行的话呢 我就把钱放在这 我东西我拿走 对 那个人家这个养子 这个老外 那头摇得成波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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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行 其实我当时知道 我是给的价格 是一个很低的价格 我是不可能 就是这个 给了屋底价的价格 我是希望 我给他一价格 他给我开出去价格 结果他根本就不开价 他是不想卖这个东西 他实际上是存心 不想卖这个东西 因为老先生 80多岁了 已经当时又没在 就住院了 住院了以后呢 他儿子 作为他的养子来讲 他是 东西早晚是他的 他是不着急卖东西的 不着急卖东西的 然后就这样呢 我就挺失落的 然后我介绍了一个朋友 他说真不好意思 老先生临时心脏不好 住院了 给您叫来又没见到 然后那个你看怎么 这个怎么办呀 我说没关系 那个我能看到东西就可以了 对 我就又坐着两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车 又回纽约 该干什么 该干什么 干什么去 该干什么 这个事情呢 就算过去了 我就以为没有机会了嘛 人家不卖就没有机会了呢 后来这个安思远这场拍完之后 我回到国内过了就有两三个星期 后来我这美国朋友联系我 说张先生 那个老先生出院了 他那个 我跟他说了 说您来了以后 这个没见到他 老先生说让我表示歉意 说他约您来的 他本人没能接待你 然后让您白跑一趟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 他表示歉意 其实美国人民还是很淳朴的 那些就很有礼节的 很有讲理的 人命都是善良的 人命都是善良的 然后那个 我是这样 我说你跟那老先生 说解释一下 没关系 我说那个 我跑一趟 这都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说我去一趟 叫我去来买你东西 但是没有人给我出价 没有人给我开价钱 我这个就是有点失望 我说你像 如果你像那个老先生表达一下 我说其他都没事 如果他还想卖的话 你想他给我开个价 对 然后 我呢 就是买得起 买得起买不起 没关系 那么我起码 就是你给我开个价 我不买不起 是我的问题 是吧 我去了看了 你没给我开价 那等于就是我白跑了 就是我的朋友帮我转达了 但是我这个通过回来之后 跟这个朋友的交流了解到的 这位老先生 就是费城拍卖 当年的艺术品的骨架师 内行 内行 其实我不抱太大的希望了 因为他本身就是艺术品的骨架师 派卖行的艺术品的骨架师 他手里有这件东西 就是因为他从事这个行业 我觉得那还给我开个天价 肯定没去了 这属于行家遇到行家了 行家遇到行家了 虽然没见面 行家遇到行家了 后来我这个朋友给我回信了 他老先生说了 说给你开个价钱 但是你不许还价 这也比较老派 我说这个更没戏了 你开出价格不许还价 我先插一个 虽然这个事 但我觉得 我先预言一下 我觉得他开的价格 应该是一个合理的价格 因为你别看 他们是拍卖行的骨架师 其实就像咱们以前节目里录的 就是说到的 就是他各个地方的估价师 对 他是根据当地的行市市场 和这个消费水平来开价格的 来估价的 对 有惊喜 他要促成这生意达成 你别有达成 他给我开的价钱 我觉得 很合适的价格 开始我以为他是骨架师 他肯定开一个很高端 然后我买不起 就把我这个事情打发了就完了 后来我开了一个价钱 是四万美金 多合适 对 我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这么便宜 品项我没看清楚 不会 我那家仔细看了 后来我突然想明白了 老先生退休二十多年了 人家就是个 对 他八十多岁了 他六十多岁退休 已经退休二十年了 他开的价钱 是二十年前的价格 所以说 那我就没有还价的余地了 我就赶紧买吧 等什么呢 对呀 我就给我这朋友 加了点辛苦费 我就汇了五万美金到美国 对对对 我的朋友把这东西 给我寄回国内 对 我就买到了 对 买到了以后呢 刚刚拿回国内 我还没上手呢 我别的拍卖行 听说了 直接上我家取了邮件 结果作为他们这个 封面 封面 反正我是没抢到 还得下手 下手快 我已经知道是哪家败卖行了 被承轩拿走了 后来卖了多少钱 卖了在承轩落锤是150万人民币 那卖的 卖的是个好家庭 卖的是个好家庭 然后那个 后来又出现在个加士德 香港家的又派过一次 香港家的又派过一次 然后那个 这件东西 就是我唯一的一次 在国外进到外国人家里边 外国人家里边买东西 然后买的很便宜 就是说咱们是讲的 掏户成功 后来呢 这个时间过了不久 过了可能有半年吧 这个老先生去世了 去世了 然后我那个朋友说 就给我发 那个 又发来那个信息说 说老先生很遗憾 后来那个身体不好 心脏病还是去世了 然后那个他那个 林中天还说 那个 确实不是林中天 就是他 他就是 就是跟你买他东西之后 还说就是他这个 感觉这个 呃 约你来费城 没有见面 没有见面 他表示很遗憾 他说希望那个 就是以后有机会见面 结果呢 我呢 他觉得你还是很爽快 很爽快 他说希望我以后呢 就是还在去 去凤子中 在有机会 跟他再见面 结果呢 没有机会 他永别了 所以说呢 这个 这充分说明了这个美国人民还是善良的 美国人民还是善良的 东西要交给派派公司的中央线 关键是什么呢 美国人民家里面还是有漏的 还是有漏的 有有 这肯定是有 但是有一点 我想 其实我觉得他给你开的这个价格 我并不完全认为是 他是因为20年没有从业了 开了20年前的价格 我觉得他其实是参考了他以前的职业经历 也参考了当地 或者就是按照他们的一个思维方式 也结合市场的一些情况 他不可能说 就是他只不过是没有去说 这个东西在香港能卖多少钱 在大陆能卖多少钱 我觉得他开4万美金这个价格 比如说咱们换一下 如果这个东西可能放到纽约 或者说苏富比 有可能你们的专家部门给出估价 大概也就是4万6万美金 至于开多少呢 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第一说明这个老先生是专业的 第二说明这老先生是善良的 说明中美两国人民大交道 这个世界好事 中美的这种善意 善良 还有真诚 美国人民家里面还是有漏的 还是有漏的 中美国人民大交道 中美国人民大交道 散 operat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